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尔街电视 不好意思今天不能出镜 跟大家打招呼 我的那个摄像头有一点点问题 我化完妆 录完之后才发现视频有问题 但是妆已经卸掉了 所以呢我就不重新拍我的视频了 好咱们废话不多说 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 一部我前一阵看的电视剧 如果您像我一样喜欢看 Netflix的犯罪纪录片 或者是那种恐怖杀人犯电影呀 什么的 这部电视剧您肯定会喜欢 这部电视剧呢就叫做模仿犯 它呢是根据日本作家 公布美性的一本热门犯罪 轻松小说改编 有令人着迷的悬疑情节 围绕着残忍的谋杀和一个喜欢运用媒体的连环杀手展开 多年来呢我们都对 一直都对荧幕上的连环杀手着迷 不管他们的故事是真是假 包括Jeffrey Dahmer 还有沉默的高杨中的Hannibal 喜欢扮演小丑的John Wayne Gacy 洛杉矶联环杀手Richard Ramirez The Night Stalker 如果大家像我这么爱看这种犯罪纪录片的话 或者是这种电影的话 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些 好咱们再回到模仿犯 这个故事里呢包含了一系列非常恐怖的谋杀案 一个坚毅的检察官和一名喜欢操纵媒体的连环杀手 根据Netflix提供的剧情概述 善于运用媒体的连环杀手 利用广泛的兴趣 将这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场景 引发了八卦还有chaos 这位态度庄重的检察官呢 他发誓要解决这个案件 但他意识到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与此同时呢 连环杀手一再的嘲弄法律还有正义 试图破坏社会和和平与秩序 但是这部电视剧的主角不是这个连环杀手 而是这个检察官 第一集开始 以连环杀手通过电视录像直接与检察官对话的场景开始 然后呢我们回到八周以前 并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向前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了解到检察官 他是一个真正相信正义的人 与其说他是一个乐于通过任何手段来封闭案件的检察官 他更希望正义得到伸张 任何线索都会被仔细调查以确保没有遗漏 在这一点上呢他是与众不同的 老实说如果你在他的嫌疑人名单上 你会希望他来处理这个案件 有时候呢他既是辩护律师也是检察官 他会确保警方将注意力集中在正确的嫌疑人身上 这部电视剧呢以类似电剧惊魂的外观呈现 被呈现为一部经典的惊悚片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 但是能多不一样反正都是围绕连环杀手 但是呢这部剧希望坚定的走那个已经被踏过的路 而且呢他没有一次走错调子 他将我们带回了已经retro的世界 90年代有着视频摄像机 旧的那种监视器的氛围 以及在一个构思上也有着复古的故事 看起来要么过时要么是迷人的熟悉 虽然真的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电视剧 但是跟其他这种不一样的是 这部电视剧我感觉他没有任何loose ends 就是没有遗漏的细节 有很多我看过的电视剧 比如说第一集里出现的人物到最后他都不见了 根本一点重要性都没有 但是在模仿犯里呢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 因为模仿犯他不仅仅关注谋杀案件本身 他同样关注个人角色发展 以及每个人与案件的关系 不论是检察官在脑中浮现的童年记忆 还是记者小鹿追求为被谋杀的朋友洗清罪名 或者是电视主持人姚雅慈 对新闻收视率还有更多观众的这种痴迷感 这一切都汇聚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戏剧性的谜团 司法还有新闻论理也在故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除了凶手还有检察官以外 这部电视剧里还有很多很多 有趣的还有有深度的角色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看这种电影或者电视剧里说白了 很多时候我都能猜到会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谁会死呀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猜不到 但是情节完全没有逻辑 但是在模仿犯里呢 有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惊喜 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节 除了抠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之外 模仿犯还触及了同类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通常不会深入探讨的问题 那就是可怕暴力的案件 对执法人员的心理产生的情感负担 他们呢总是必须以客观的方式来处理暴力问题 并不被其所淹没 这种复杂的情感负担是真的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非要批评模仿犯的话 那咱们就得说说这部电视剧的长度 虽然我觉得不怎么样 但是对很多观众来说 这个可能有点太长了 十集总共加起来大概是将近十个半小时 可以说这个故事本身可以更早的结束 理想情况下呢应该是七到八集 总而言之 这个复杂的电视剧揭示了暴力的基础 痴迷 道德困境和正义 寻求关注的行为 情绪动荡 还有真相的重要性 真的是非常值得观看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沙伦一报 我是沙伦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